心在哪里 这是一层心的所在 也就是说真正你的天心 你原本的先天之心 实际上是那个松果体 这个松果体两岁的时候长成 小孩子才开始学东西 他开始有心了 之前他没有心 长成以后 随着我们的开始使用大脑 脑袋发热以后 松果腺体里面开始盖化 盖化以后就像水有了石灰水一样 它就开始浑浊 它就不能够影现东西了 所以说我们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 人越老他盖化得越厉害 眼睛就花了 去检查眼球没事 眼球也没有白内障 就是看不清东西 为什么 这个老眼昏花不是眼花了 是里面的松果体蒙沉了 盖化了 所以它不能够显现了 耳朵听东西也不清楚了 眼睛看东西也不清楚了 你去医生检查 耳膜没问题 耳朵没问题 说是你为什么听不见了 哎呀老了就这样吗 他们就是给你这样的话 但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是你的能够听的 那个心蒙沉蒙得太深了 耗尸能量太高了以后 盖化了 说是不见 听而不见 闻而不见 看而不见 我们就要听见 看见 还有想见 你想东西也想不起来了 映现不出来了 所以是核心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心 因为它在颅脑腔的正中 位置上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观字的秘密 也就是说 我们观实际上要进去 刺激松果体 是松果体的盖化部分 还原成透明的松果线体 还原成这种 晶莹透亮的结构体 这个时候 你又能看见 又能听见 又能想见 心上可以映现